一向致力于公益活动的创作才女陈启珍 21日为卢妍幻觉站台 穿上公益T恤 呼吁大家一同为卢妍儿童尽一份心灵 一开始还单身与小朋友们一起做活动 不好控制局面 没想到小朋友们都超级听话 让陈启珍小讶异 所以你自己本身还喜欢什么男友 我啊 对啊 我觉得他们都很可爱 没有想过一个女友 目前还没有这个打算 但是在那之前我想 其实我愿意把我的 所有的爱可以分享给这些 也非常需要关心的孩子们 然后不管是 对 就让他们有更好的机会 可以成长 对啊 即将在年底举办她睽違三年的巡回演唱会 时间的歌 所有秒杀天后支撑的陈启珍 售票不到一小时 两万张门票立马被抢光 幸而在歌迷的热烈反应下 日前的声部再加开两场 成为第一位在小鸡蛋连唱四场的创作女歌手 而她的新专辑也在录制中 同样计划年底推出 为了这两项艰巨任务 陈启珍表示自己正努力增强体力 我在家就是会有两个小的哑铃 就会练一下 然后也会骑脚车或是跑步 然后像天气比较热我就会去游泳 游泳啊 就是一般的水道 我大概可以游个十几二十趟吧 才宣布加开两场 陈启珍又透露 目前只剩围场少许门票了 粉丝们真是少一点速度都不行了 不过看她轻松的状态 这长久的期待尽有所知